大家好,我是十一玉兰,一起来关心9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首先我们来看到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 14号公布了全国县市市政满意度调查11项的市政面向 那么花莲县在环境保护、医疗卫生以及观光旅游多下了三斤 首长满意度方面,则是在16县市当中获得了赢奖 而县长许正威也北上出席领奖并邀请民众来花莲游玩 年底县市长选战逐渐加温 全台22县市长的期末考成绩单也正式出炉 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14日公布 2022全国县市市政满意度调查 由爱普罗行销市场研究公司执行 针对台湾22县市、中华电信用户20岁以上成人进行随机电话访问 在县市长市政满意度、16县市当中 花莲县获得赢奖肯定 县长徐正威也特地北上出席授奖 4月的疫情上扬之后 花莲县和新北市是同步启动居家照顾的一个城市 也是因为花莲县我们从医院、诊所、卫生所 整个三方的做联合区域的医疗联盟 让我们整个智慧的远距医疗能够突破 所以其实在疫情是危机但是更是转机 对于花莲县市来说我们的医疗就大幅大幅的向前 另外在观光我想在观光 花莲的观光城市是世界有名 然而在这几年无论是我们全民运或全中运 用运动体育带动观光 这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经济链 也是产业链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从运动观光 整个花莲县全面动起来 所以在经浪城市道调查里面 花莲县是被六都和我们嘉义市是并列第一 所以在这里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 花莲是一个好的地方 好山好水好花莲 另外在11个施政上目评比 花莲县在环境保护、医疗卫生、观光旅游 三个面上荣获金奖 尤其医疗卫生和观光旅游 去年赢奖、今年要升金奖 而在社会福利、教育品质、艺术文化、防疫表现 以及幸福感五个面上获得赢奖 记得长邦彦台北市报导